沒有換過焦點,就是籃球方面的消息 中國籃球昨天在北京召開了新聞媒體的通氣會 宣布中國籃籃將會組隊參加這個月中 在卡塔爾舉行的籃籃亞洲杯預選賽 這個將為中國籃籃在疫情發生之後的首次出國比賽 去年因為疫情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國籃協並沒有派對參加11月份在卡塔爾舉辦的 亞洲杯第二窗口期的比賽,受到國際籃聯的處罰 未能派對參賽時出有因 國家隊管理部部長徐蘭因此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由於航班問題、簽證問題、測核酸、賽場的一些防疫 一直在和國際籃聯溝通 由於回程沒有直行、也沒有可銜接的航班 以保護所有人員在出國參賽過程中的身心健康 和避免受疫情影響為出發點 最後協會經過多次反覆的研判 向國際籃表示 我們很遺憾,無法派對去參加這個比賽 由於之前的兩個窗口期並沒有參賽 所以中國籃籃需要在窗口期的七天內 打完所有六場小組賽 為了保證球隊的出行安全 藍血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所以我們從最大程度的保護運動員的旅行安全 和把風險降到最低 協會正在積極的考慮 要採用包機的形式 我們在19年世界杯之後 到現在有一年半 中國難來沒有站在正式的國際賽場的舞台上 所以如果我們這次前期所有的工作都相對的順利往前推進 這也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國際比賽機會 也更需要我們的隊伍去珍惜它 去打好每一場球 經過長時間集中的CBA賽會制的比賽 球員已經是身心疲憊 不過一旦有來自國家隊的招喚 這些球員都會克服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疲憊 投身到國家隊的訓練和遠征 所以他們都會放棄春節和家人團聚 集中在上海的崇明訓練基地進行封閉訓練 首先要感謝一下最後所有能來的這些隊員們 也感謝他們家人和他們的俱樂部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這種時候 去代表國家去出戰亞洲杯 其實是要付出很多的 所以我們也盡一切我們的努力 為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這樣一種安全的一種環境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 去可以 安全的到達 打好比賽 然後再安全的返回